社区要找出自己的特色 这是苏澳长安社区热林创意木工坊 规划社区居民利用木头 制作自家专属的信箱非常的特别 社区期望能够全社区住户 能够自己来创作 来形成地方的特色 苏澳的长安社区在苏澳国中 推动热林学习之下 办理创意木工坊 请来专业的木工师 利用木头等等材料 创作自家专属独一无二的信箱 上面除了有门牌号码之外 还有可爱的图案 非常特别以及讨喜 居民也都以你为傲 要让自家的信箱跟别人不一样 来形成社区特色 难得我们地区 除了那个白米木基村 这个木头的一个创作以外 那我们今天也感到非常的高兴 我们的长安社区理事长 他有这个创意 把我们这个信箱的造型和它的质感 全部用这个真正的木头把它呈现出来 以下顶头又用两个艺术的艺术 这个长安来代表我们长安里的一个特色 完全给它呈现我们地方上的一个艺术 我们苏浩国中今年是承办我们苏浩镇的热灵学习中心 那我们中心的目的是希望说在各个我们热灵中心的拓点上面 能够有一些特色的课程出来 那我们今年跟教育部来做一个申请 申请一个五行游学的活动 就是金木水火堵在我们苏浩镇 那长安社区就是以木的这个课程来做发挥 我很早以前就很想说我们社区能够有一个特别的特色 尤其长安两制是代表长保平安 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字眼 大家都喜欢 那制作信箱呢 它可以挂在每一家每一户的门口 大家都看得见 那这个信箱非常有质感 它是全部都用木头来做的 昨天这两天我们每一个那个礼民 大家来做得很开心 不知道说制作信箱有这么多的工序 做这个目光做得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我们感谢我们的校长 还有我们的陈理事长 还有更感谢的是我们那个林副议长 他也答应了我们全力支持我们的经费 一切活动的经费 我们非常的感谢他 在制服我们长安里的各位乡亲 也就是我们这个刚才陈理事长讲了 我们的厂厂平平安安安 社区期望能够全社区的租户 都能创作这些别出新材的木头创意信箱 装点自家大门 为社区带来更多的亮点 也让长辈们学中做 做中学 不仅带来欢乐 也让生活更多彩多姿 我们社区有400多户 我希望说每一户都能够做一个 我们今天只是先做50个 希望以后有经费能够继续的完成我这个梦想 我们在经费方面 在我们的文化局的创意创作方面 我会为他们来争取这些经费 来协助他们来发扬光大 长安的一战 一旦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